2023年全国跳水锦标赛季奥运会市锦赛选拔赛 11月22日迎来焦点赛事 与子十米台决赛精彩上演 全红禅、陈玉希、张家琪等跳水名将直接对话 经过精彩角逐 陈玉希以436.80分的成绩夺冠 全红禅第三跳和第四跳稍显逊色 以至最终被陈玉希逆转 获得全国锦标赛亚军 与子十米跳台决赛 冠军 陈玉希436.80 亚军 全红禅427.60 季军 蒋宁静377.90 本场比赛结束后 女子双人十米台的比赛将在11月26日争夺 全红禅、陈玉希、张家琪等名将将再度出战 12月1日环将迎来第二战 多哈游泳试锦赛跳水项目选拔赛 而女子十米决赛就在12日1日下午进行角逐 绿赛减数 广东海印选手全红禅在绿赛阶段发挥稳定 以415.50分的成绩排名第一 顺利晋级到决赛 北京题材选手张家琪391.35分分排在第二 四川周克选手卢维依388.35分排在第三 上海选手陈玉希以380.10分排在第四 陈玉希在预赛中出现失误 207C锦获得56.10分 好在依然是稳稳挺进决赛 此外 广东海印的谢佩玲 广西好沙的谢耕童 上海的掌敏捷 天津361度的吴帆贝 山东周克的梁恩群 江苏卡尔美的孟泽瑞 陕西好沙的罗孟瑶 和广东海印的蒋明镜 分获预赛第5到第12位 由此晋级女子十米台决赛 比赛回顾 第一跳 107B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难度系数3.0 全红蝉 陈玉希的第一跳 皆发挥出色 动作和水花皆做到位 单跳都获得81分 并列排名第一位 此外 卢维获得76.5分排在第3 吴帆贝70.50分排在第4 张佳琪获得69分排在第5 罗孟瑶和张敏捷 同是63分并列第6 第二跳 407C向内翻腾三周半暴息 难度系数3.2 全红蝉延续稳定发挥 单跳获得88分排名第一 总得分169分排在第1 陈玉希第二跳也发挥不俗 拿到86.4分 总得分167.40分排在第2 张佳琪单跳81.60分 总得分150.60分升至第3 此外 卢维146.90分下降到第4 蒋明镜140.10分升至第5 张敏捷130.50分还是排在第6 第三跳 全红蝉第三跳6243D 莉莉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一周半 难度系数3.2 单跳获得81.60分排在第2 总得分250.60下降到第2 陈玉希第三跳626C 莉莉向后翻腾三周报息 难度系数3.3 单跳获得84.15分 总得分251.55升至第1 此外 蒋林静225.90分升至第3 张佳琪213.30分下降到第4 张敏捷207.30分升至第5 卢维626C出现严重失误 跌出前8 第4跳 207C向后翻腾三周半报息 难度系数3.3 陈玉希完美发挥 单跳获得94.05分排名第一 总分345.60继续排名第一 全红缠的发挥也非常不错 单跳拿到85.80分 总分336.40排在第2 此外 蒋林静307.50分排在第3 张佳琪294.90分排在第5 张敏捷277.70分排在第5 第5跳 5253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躯体 难度系数3.2 陈玉希第5跳获得91.20分 总分436.80分直接锁定冠军 全红缠第5跳获得发挥出色 单跳也是获得91.20分 总分427.60分获得亚军 蒋林静377.90分获得季军 张佳琪362.10分排在第4 张敏捷356.10分排在第5